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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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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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6.17 tell the Et Greece 민olog 宗品终身 那么 在阿弥陀经讲到往生的因言说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这两种因言得生彼果 那么我们看本经的求品往生当中 他所强调的善根 是两种善根 一个是大乘的善根 特别是一种 正念真主的善根 在临终的时候 你能够万言放下意念你的真如本性 这是第一种善根 第二种善根呢 当然就是净主的善根 你能够把符号提起来的时候 你对阿弥陀佛的符号是无语无虑 当你跟符号相应的时候 心中没有任何的怀疑 没有任何的忧虑 那完全跟弥陀的本愿打成一片 叫顺从本愿 这两个善根是往生的必要条件 却一个就不可能 没有一个人说没有大乘的善根可以往生的 不可能 净土法门不射受人天总性的 也不射受恶证的 他只射受大乘善根 当然这当中要包括净土的善根 两个都净土 那么第二个就是福德之良 你的善业的修训 包括人天的善业 二乘的善业 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平的慈戒 人天就是孝顺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做这些慈善事业等等 那么大乘的善业 当然就是读诵大乘经典 修旧波罗蜜等等 那么这个就影响到你的品位的高下 你的福德之良越殊胜 你的保身的品位越高 你见到阿弥陀佛以后 你的成就越快 越快成就 好我们看中平的 那么中平的是怎么回事呢 在三岛大师 他对这个九品 他的看法是 他有一句话很重要 他说 但与预言有益 制定九品差别 他说这个九品的人 其实通通是大乘善根 通通是大乘的佛利子 但是他今生 所遇到的语言 不同 有些人他遇到大乘佛法 他就变成大乘的善根 几现行就上平的 那么有些人他遇一切佛的时候呢 他遇到的是一个 生文的善知识 所以都变成中品了 有些人他学佛以后呢 遇不到善知识 那就可能就造了恶业 就变成下品 他说啊 只是一元有益 所以造成的九品的差别 但是如果顿其根本呢 其实都是大乘善根的 是这个意思 他认为他是今生所遇到的言 有所不同 如此罢了 是这个看法 这个看法是合理的 好我们看这个遇到 身文法的这个行者啊 他一生啊 可以说是尽他的力量啊 去持戒 那么他临终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是怎么回事 这个人啊 自闻空中有生 这个时候不是阿弥陀佛 听他说法 他自己在空中啊 听到一个音声 那么是什么音声呢 就赞叹啊 说善男子 就像你这样的一个 如此慈戒之人啊 你能够随顺三世诸佛的教委啊 我来应接你 所以他这一段的开示 跟前面一段就不太一样 前面的中品上身啊 这个佛陀 这个佛陀跟比丘生的说法呢 还是演出苦口无常 无我的真理啊 他还讲一些 一些理官的识会给他 但是这个 这个临终的人啊 他完全讲适修 说你能够遵循 随顺佛陀所致的戒法 你这个人是很不错 是一个善人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一生当中啊 是理官是相对薄弱 但是适修强 好 我们看最后的结果 行者之间坐莲花上 莲花集合 生于西方极乐世界 在宝池中 经于七日莲花乃夫 花季复印 开幕合掌 赞叹赐尊 文法关系和须托缓 经半解引成阿国汉 是名中品中生者 那么这个修行者 他听到这个空中的开示以后呢 他就自己觉得自己就 一瞬间就坐到莲花上面 这个莲花 这个时候莲花是在 所有世界的莲花 是临终的时候 那莲花就合起来 那么七生背景 又到了极乐世界的 七宝石八宫河水 到了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呢 他在七宝石当中待多久呢 待了七天 莲花才打开 打开以后呢 开幕合掌 赞叹世尊阿 感恩世尊阿 而且他文法翻新 这个时候应该佛陀为他说话 而且说的应该也是 僧文的势力法 所以他先证得出国 因为他在印第的时候 理官薄弱 对于无常无果的真理 相对的是比较生疏的 所以先证得出国 那么在极乐世界 慢慢的新修 半解以后 才证得阿罗汉 是名中品中生者 那么中品的有三种人 前面的两种 包括中品上生 中品中生 都是生文种的种姓 那中品下生 就属于人天的 那么生文种姓 当然他在修习 是以慈戒为根本 慈戒的功德 这个慈戒的功德 跟下面的中品下生 做慈善事业 还不太一样 因为你这个慈善事业 那是通于所有的人 你看外道 他没有遇到佛法 他也可以做慈善事业 但是慈戒 只有佛陀出世才有 你必须佛地址 只有佛地址 才有办法慈戒 你说基督教一贯道 他有办法慈戒 不可能去受此如来的戒法 所以他们这些人 叫做慈善事业 慈善家 那么慈善事业 跟慈戒有什么差别呢 诸位可能对一个公案 也听过 叫做莫利夫人的慈戒 我们简单讲一下 说是在过去 活在世的时候 有一对商人 到海中取宝 那么取宝以后呢 就 这个商人 因为有智慧 就得到很珍贵的珍宝 回来 回来以后呢 他把这个珍宝一部分 供养给波斯理王 波斯理王 看到这些珍宝 很奇特啊 喜欢喜心啊 就把他所有的夫人 都叫出来 他有多少夫人呢 六万个夫人 报答啊 全部都叫了 叫出来以后呢 他第一夫人没有现前 就是莫利夫人 当然这个时候 波斯理王的心情 是想要展现他的恩德啊 那他请你出来 你要没出来 他就有点不高兴啊 就派逝者呢 再请一次 结果莫利夫人 还是没出来 所以波斯理王 有点生气啦 就亲自到莫利夫人的 请示去啊 看怎么回事啊 他一去的时候 他本来要责备 这个莫利夫人啊 结果一看到 那莫利夫人的时候 看到他 光明卫卫啊 神像庄严 他这个时候没有化妆 那么这个时候 本来是生气啊 就起恭敬心 说哎哟 夫人啊 你今天是修什么法门啊 如此这种大威德啊 莫利夫人说 没有啊 我今天就受持 一日一日八关三戒 那么这个时候 波斯理王对八关三戒 就起了欢喜心啊 也起了信心啊 他说这个八关三戒 怎么功德这么大呢 莫利夫人说我也不知道 要不我们一起去问佛陀 那么佛陀就开始持戒的功德啊 那么其中最后佛陀开始说 他跟波斯理王说 他说你看啊 我们整个印度 十六个国家的珍宝多不多 波斯理王说很多啊 光是我国家的珍宝就很多了 何况是整个印度啊 十六国家的珍宝呢 他说你用所有十六国家的珍宝去布施啊 比不上莫利夫人啊 一日一夜的寿司八关三戒 那么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少时间的十戒能够超越这个慈善事业呢 那么在建立里面提出了两个差别 他说十戒啊跟慈善事有两个差别 第一个有本其实 因为你十戒啊 你有愿力啊 每一个人受戒他一定要发愿 事断一切二 事修一切三 事都一切东西 他有愿力啊 我们都知道 有愿力去升级的行为啊 以愿倒行啊 这个信力强啊 你们两个人同时去大殿扫地 功德不一样 有一个人是我一定要去找地 有一个人是可有可能 反正你找我去 我就陪你去 我有去也没去也没关系的 这个人功德就小 因为他没有决定性嘛 他没有产生决定性 所以你今天要产生一个善业强大的罪业跟恶业 都一定要产生决定性 所以在戒例里面 在那个威斯的业果篇也讲到说 说一个人他偶尔造了一个罪业 罪业以后呢 他赶快去懺悔 一时的思念 端相去心 这个业力活络了 因为他没有一种相去心 没有一个决定性 所以一旦要产生强大的业力 一定要有个愿力 第一个 第二个 骗干生净 慈借的所言净是普遍涵盖一切的友情造神 慈善事业力 不可能有这种凶样的人 比方说我慈借 我是不杀生 我是对谁不杀生 我对一切的友情 不是人而已哦 包括天上的飞鸟 包括地上的蚂蚁 我是对一切友情不释放一种不杀生的信息 我等于是不失他们遇到我的时候免于恐惧 但是你做时尚事业做得到吗 不可能 你去放生的时候 你到了菜市场 你看到真的众生很可怜 你顶多就一些当下的众生 你当时的索颜镜也就是当下的索颜镜 所以索颜镜有广烈的不同 第一个心力有强迫的不同 所以慈借的人 第一个他愿意强心力强 第二个他索颜镜广 所以你们两个人同样去做一个慈善事业 一个受的菩萨戒 一个受的菩萨戒 两个人造的同样的善业 功德完全不同 不一样 这个延祈法 跟你的内心的活动是有关系 你的心的造作 那么这个慈借的人 他一生受持清净的戒法 那么以这个慈借的功德 回向到进度去 那么当然就比下面的 做慈善事业的人 就品位高了 我们再看往下看 下面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偏重一 人天善根的人 很一体身 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但是他也求生净土了 我们看第一段 终品下身者若有善男子圣女人 孝养父母行事仁慈 此人命运忠实欲善知识 慧其广说奥地陀佛国主乐事 并说法杖以秋四十八月 魂死事已循即命中 替无壮士屈身被寄 及身西方几而世界 好 那么到中品 这个人都还是一个善人 起码的资良意都还是善人的标准 所以有一个善男子善女人 他平常做什么事呢 他在家的时候 孝养父母 他对父母亲 有感恩心 孝养父母 那么出外做什么事呢 行事仁慈 他欢喜做一些慈善的事业 帮助一些弱势团体 做异工等等 那么这个人 临命中的时候呢 他遇到了禁度的善事 这个善事事呢 为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个 广说阿弥陀佛国土的乐事 我们都知道 仁天总性的人是喜欢快乐的 所以呢 这个善事事呢 知道他的根基啊 就赞叹极乐世界的安乐的功德 你看极乐世界往生以后 你看无有众口感受出了 比方说 你这个人 身上庄严 国土也庄严 而且你一生的身心世界啊 受诸妙乐 极乐世界的人民的快乐 超过山长的快乐 那么寿命久远 神通祭祖等等 把极乐世界快乐的事情啊 这个果报都讲给这个人 他喜欢 好要 这个是喜欢他的往生的愿力 其实呢 一说法杖比就是十八月 这个地方应该偏重在 喜欢他的信心 那么极乐世界 我可不可以往生呢 这个地方应该偏重在第十八月 因为这个人 他人天善根嘛 你跟他讲 种种的禅定 伤妹 可能对他不是太有用啊 但是你刚讲十八月 民宗十六往生啊 那么能够启发他的信心 所以这个人就是 赞叹 极乐世界果地的安乐 来启发他的号要 也赞叹极乐世界 因地的修行的十八月 使念毕生啊 让他产生 信心 那么这个人听到 这两段开示以后呢 行及命中 这个行就是马上 灵命中的人 得到上次次的开示 得到正念以后 他这中间 不能有任何的差错了 也就是说 他提起正念以后 这个正念 后来不能再起妄想 所以他必须要 在古德说 他无后心 他必须在正念 一直相续到死亡之前啊 不能有任何的 差错的妄想 再进来 不可以了 他正念一定要 相续到往生为止 这个正念要相续一段时间 这叫行及往生 行及命中 也就是说呢 他提起正念以后呢 这个正念一直相续到往生为止 这个时候呢 譬如壮士 欺身被遣 像一个强壮的勇士啊 他有很大的人力啊 他展开手臂的速度这么快啊 就往生其他世界 好 我们看往生以后的下贸 金七日以欲观诗音 及大事自 文法欢喜得须陀环 过一小节 成阿罗汉 市民中品下生者 市民中被声响 明第十五官 好 那么 那这个往生的人 他 经过七天以后啊 联花就打开了 打开以后 他看到谁呢 看到观诗音菩萨 大事是菩萨 而且为他说法 这个法应该也是属于 生分法 所以他正在出国 那么经过一小节 成阿罗汉国 前面是成就半小节 这个地方成就一小节 成就阿罗汉国 市民中品下生者 市民中被声响 明第十五官 这个 这个中品下生的人啊 他一生啊 比较喜欢做人天的善业 那么人天种姓的人 他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呢 他好要善业 在智德大师说呢 人天种姓的人啊 他听到这个慈善信业 慈善事业啊 他就会很自然的起欢喜 即便他做不到 他也会去随喜 说哎呀 哪一个地方啊 要去做义工啊 要去做什么布施的事业啊 他就特别的欢喜 他听到善业啊 就有一种冲动啊 想要去实践 这种欢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贪着乐果 他对世间的快乐果报啊 家庭和乐啊 身体健康啊 这种荣华富贵啊 对世间快乐的事情啊 他有所贪着 也就是说没有出离心啊 所以叫人天种姓嘛 大家就喜欢啊 过一个平常人的生活 人天种姓啊 如果我们从 中国的文化的思想来看啊 他还分两种人 分两种人 一个是属于比较温和型的 一个属于强悍型的 温和型的 你看中国文化里面 比较温和型的慈善家 都是属于孔夫子的 轮椅的思想 轮椅它的 种性啊 是以仁爱 它的善根 是以仁爱为根本 就是慈悲心 我们台湾人是很有慈悲心啊 台湾在所有世界里面啊 一个特点的 台湾人的慈悲心特别强 那么 这个是属于温和型的 一个慈善家 第二个是属于强悍型的 就是孟子的思想 孟子的思想是 不是慈悲心 它是正义感 他看到不平的事情 他一定要跟你争到底 他一到弱势团体被欺负 他绝对不允许 不管他能力好不好 他一定要站出来讲话 所以恐怖子的思想是 以人为本 那么孟子的思想是以义 正义 那这两个都是属于人天总性的 一个人 一个义 那么当然 他除了人天的善法以外 他还必须有大乘的善根 也必须记足 义佛 念佛 顺从本宴的 净土的善根 因为这是往生的条件 那么这个是讲到 忠品下身 这个人喜欢做 词段的事业 喜欢广结善言 但是临终的时候 一到三十四的开导 把他的净土善根 启发起来 而往生净土了 这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接下来看 新山的第十六 夏品升官 从这个地方已去的三品 都是 我们以我们现在社会的标准 那是一个邪恶的众生 我们看第一段 佛告阿南及伟提西 夏品上身者 或有众生 做众恶业 虽不诽谤 邦等经典 如此愚人多造恶法 无有惭愧 命运忠实欲善知识 未说大乘 十二部 经手提名字 以文如是金明固 除雀千结及众恶业 智者复交 合掌插手 称南无欧弥陀佛 称佛名固 除五十亿结生死之罪 二十彼佛 即遣化佛 化观世音 化大事自 自行者前 暂言善男子 以鲁称佛名固 诸罪消灭 我来淫如 好 那么 佛告阿南及伟提西 夏品下身者 我们现在讲夏品的上身 说有一类众生 他平常做什么事 做众恶业 这个人造的 不是造的一两个 是造的很多很多的罪业 那么虽不毁谤方正经典 这个都很重要 在往生的当中 我们看 他可以造五逆 他也可以造十二 只要临终 唱尾 善跟强 还是可以产生反转 但是绝对不能够 诽谤大正经典 因为古人解释 你诽谤大正经典 你这个人事件就不正确了 临终开导也没有用了 一个人只要邪见 就没有救了 这个人没有救了 你行为有偏差 还有救 你的思想没有颠倒 你至少你行为 你反倒太重了 控制不了自己 行为有偏差 这个人还有救 但是你思想已经错谬了 那这个人就没办法了 阿弥陀佛就不了你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一定要强调 不能诽谤封等经典 这句话是通于 下面三品都是哦 不能思想错误 不能邪知邪见哦 那么这个造恶的人呢 多造恶法无有惭愧 那么他造了很多恶业 然后呢 硕硕现行都无惭愧 结果他都没有忏悔了 可能也没有人来开导他 所以他一开始造可能 有一点惭愧心 但时间长了以后呢 他就习久成性了 变习惯了 也没有善知识来点醒 也没有同参道友来督导 所以他就把惭愧心给失掉了 那么这个造恶众生呢 灵命忠实 异善知识 异道的善知识 这个善知识呢 跟他讲 这个 大乘十二部金手提的名字 那么这个地方 就看得出来 这个人有大乘善根 因为他临终的时候 跟他讲大乘金提 我们都知道 金提啊 是种识一部金的药义 能够生为金提啊 都是这部金的修学宗旨啊 他的一个纲要都在金提 所以你看 天台中解释经典的一定要先解释金提 比方说 嫩言经 大佛顶 手嫩言经 手嫩言经 手嫩言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就是正念真如嘛 叫你回观缓照 正念真如 大正妙法莲花经 什么叫莲花呢 就是庄严嘛 莲花有恶意嘛 第一个清净意 出乌你而不然 第二个 莲花唯妙相解 释放状言 就表示菩萨的广色方便 广修六波浪蜜 以此波浪蜜言来庄严 他的营练心性 所以这个 这个人应该是听了金提以后 启花他的观照 一文 起观 一教起观 那么以文如是诸金明固 除却千结 极重的恶业 那么这个文 这个文不是一般的文 要文词 第一个他能够 深信不疑 第二个受持不失 他把这个意理 受持在心中 那么消除了千结的 极重的 生死恶业 当然这个地方 这个能够产生 临终的时候 这么样的反转 他从造 一念心性 设食 无量无边的罪业 到听金以后产生的 效业障 可见这个人的回观 缓照的力量是很强的 一念的弥亚 生死浩然 一念的回观缓照 轮回顿死 这个人善根应该是很强的 再看第二段 这个讲大圣善根 这个讲净土善根 那么这个人 讲完大圣的教理以后 又告诉他一件事 叫他称念 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会教导 念佛的功德 一句佛号 清诸投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佛号投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佛号 的确是 进入到我们的身口意 在我们的心中 一运转的时候 的确是 像清水柱 有灭额身上的效果 所以这个人一听了 就相信 就称念佛名 那么念念之中 灭除五十一节 三十重罪 应该从义理上来说 他要灭罪 除了 意念经题的道理 意念名号的功德以外 应该还要自信的忏悔 要有这种忏悔的决心 那么这个时候 耳食彼佛 极浅法佛 阿弥陀佛这个时候 阿弥陀佛本尊没有来 就是阿弥陀佛他不是 八万四千像 一像也八万四千好 一好八万四千 光明 那么一一光明 光中画佛 吴淑义 他就遣其中一个光中画佛的其中一尊佛 还有化菩萨众义无边 光中画佛旁边的菩萨跟大师之菩萨 到行者面前 就是本尊没有来 画佛跟画菩萨献前 来的时候呢 来的时候呢 还赞叹他哦 说啊 你啊 以称念佛名的缘故啊 诸罪消灭 我来赢你 赞叹他 在临终的时候 能够 忏悔 能够 意念 大悲观心菩萨 集大师之菩萨 放大光明 助其人前 为说圣身十二部经 文以信解 发无上道心 今十小节 聚百法名门 得入出地 是名下品 上身者 那么 这个 发佛跟 发菩萨 开导以后呢 这个人 听完以后 当然 他应该 生起欢喜心啊 这个行者 极见 发佛的光明啊 遍满 其实 发佛就放光啊 来照耀 这个修行者啊 那使定这个人 小业障 一方面啊 内心能够产生安稳 那么 生起欢喜啊 习便命中 这个时候 他听了以后呢 没有再生起 任何的颠倒妄想 那么 一刹螺间呢 成七宝莲花呢 随化佛之后啊 在七宝之中 化身 那么 经了七七四十九日呢 莲花打开 打开以后呢 他看到啊 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士师菩萨 放大光明啊 住在行人的面前 这个时候 没看到佛陀 只看到菩萨 因为他功德不计足 那么 为说 圣圣的十二部经典 就是圣圣十二部经典 就是大圣的教义 那么 这个人 一听到大圣教义 呢 无理信解 就发起了 无上不敌心了 那么 在极乐世界 修了十小节的时间啊 成就百法明门 百法明门 我们前面讲过啊 就是我空法空的真理啊 得入出地 你看 前面的中品的人啊 是成就阿罗汉国 这个人是没有经过小圣的过程啊 持趋大圣啊 看得出来这个人大圣上根是很强的 得入出地 致命下品上身者 这个下品下身啊 当然下品都是招恶翻夫了 但是 这个是属于 善根强 烦恼众的一类的众生 这个大圣啊 他把 人啊 分成四类 四种人 一种人是 根力遮青 这个人善根很强 烦恼淡薄 比方说谁呢 摄利佛尊者 穆坚仁尊者 这两个人 本来是信奉外道嘛 亲近释迦牟尼佛以后 七天 正在阿罗汉国 因为他 李观强 烦恼清宝 第二种是 根力遮重 这个人善根很强啊 但是烦恼也很重啊 他来听经的时候啊 他听得发起充满啊 但是他要是烦恼起来 活动的时候啊 他比谁都放异啊 那么这种人 比方说谁呢 央杰摩罗 央杰摩罗 他 在佛寺的时候 他本来要杀一千人啊 他 他发愿啊 他因为他受到师父的误导啊 说你杀了一千人啊 你就可以升天啊 就他发愿要杀一千人 杀了九百九十九个人 杀到整个城啊 都没人啊 有一种可能是 被他杀死 有一种可能是 有些人就逃掉了 反正他已经没有人可以杀了 只有他杀他的母亲啊 就生下他母亲 他回到家杀他母亲 佛陀慈敏他了 现前 然后为他说法 所以你看 这个人造了 杀了九百九十九个人 精神造了 杀了九百九十九人啊 那身负这么重大的罪业啊 佛陀的开导 只告诉他 放下两个字而已 他就回官返照 当下正的出国 所以这个人是属于根力遮重 善根强 但是烦恼也重 那么第三种人是根顿遮亲 这个人没什么善根啊 你跟他讲 邪佛他不相信 但是他呢 也不造恶业 是世间的君子 世间的好人 但是他不相信佛法 就是根顿遮亲 第四种人是根顿遮重 就比较不好了 善根薄弱 烦恼也出重 那么这个下品上身 其实下品的三种人呢 都是属于根力遮重 我遇到是曾经在林峰总统开始说 他说这个 下品的三种人啊 如果不是大臣善根深厚啊 在灵命中那种紧急情况 甚至于你看 你看那个 我们下一次会讲到啊 那个下品下身啊 那第一支火啊 一时现前啊 那个火都烧起来了 这个时候上次是才出现啊 在火逼迫的情况之下 他还可以听到开示 产生回光缓照 把这个时候 在生命当中出现一朵 一阵清凉风 就把这个火吹走了 而莲花现前了 所以他这个生命能够产生 这么强大的反转 几乎是180度的反转 那个车子本来是往地域的哦 结果到了极乐世界 那是180度的转弯哦 欧依大师说 如果不是多生多节 善根强 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 所以 莲氏大师的判教是对的 他说即便夏品三种人 都是造恶反 但是你论断一个人 你不能看他亲身啊 大圣佛法是讲 无量生命的观念 你把他亲身 把他的本地风光打开来 看看他的前身 这种人不是一般人啊 所以说 古人说 你不能把夏品当作藏法 他造恶业 我往生 那我造恶业 我怕啥 不能这样讲 你没有他这种善根 这个不能当藏法 这是特殊情况 其实夏品三生 都是特殊情况 善根很强 但是一时糊涂 没有一道善之士的开道 而造恶业的 才有可能在临终的时候 在善之士的开道之下 产生这么大的反转 大圣善根强 净土善根也强的人 所以叫根力遮重 诸位在研究酒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三倍啊 拿来对照一下 不过三倍往生 的内涵 就比不上酒品 开得那么详细 酒品几乎把一个人的善根 的浅身 他的修行的福德之量的优劣 包括善根福德啊 都讲得很清楚 这个人平常是修什么善根的 他听闻什么教法的 他平常修什么样的法门 他的善根福德都讲很清楚 他移民中遇到什么样的能开示 大概在这个 我们看哈 大概中品下生的人 都需要善之士开示了 中品下生 中品上生的人 我们看不到临终 有人要去开示他了 这个人就是自己保持 义佛念佛的正义 大概中品下生的人 以下 临终都要一到三十次来开导 所以这个人 这个以下的人 平常的栽培的 净土的善根 大乘的善根 应该相对都薄弱了 薄弱 所以他必须要有人再提醒他一下 中品下生以下都要有人开始 好 那么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 我们下一堂课要把它整个全部讲完 这个善根的栽培 我们讲几句话 跟大家勉励勉励 善根的栽培 我们一般修行有 简门跟行门 对不对 行门当然是管的你的行为 就是身口意的行为 是福德这一块 那么听经文法 善根这块 是管的是你的简门 那么善根 一般来说 越到梦法时代 我们一般比较忽略 就是善根这一块 因为善根这一块 你平常 你看不到它有什么好处 往往是养兵千日 用在一招 在临终的时候 你 临终的时候 百感交集 一生的善恶的念头 全部现前 那这个时候 就考验你的善根 你的智慧的关照 但是你平常看不出来 你说我今天去听经的 我听了以后 我欣喜了一个善根 但是你回去以后 你感觉不出来 你干啥还干啥 但是 你今天去参加一个 消灾的法会 可能这种所谓的 消业障 征服报的东西 你马上感受得到 它的效果 所以对我们会产生激励 所以我们一般人 喜欢行门就是这样 因为它行门 一个唱半下去 你马上感觉到 身心的清凉 这事实 但是你栽培善根 你看不出来 不到灵命中 你看不出来 但是真正 从往生进主的角度 善根比福德更重要 因为你是随念往生 你是依止正念往生 你看哪一个人 一中不是称起正念 正念是怎么来的 那是善根 这里面没有一个人 依止福报往生的 没有 福报是助言 如果你起颠倒的福报 就不了你 自信糯米 福何可救 所以你平常的 智慧的关照是很重要 你栽培的善根 即便你临时一时的糊涂 你一到善事实的开导 这个人有善根 一开导 善根叫金刚种子 他不会死掉 他马上起现行 你平常听经的功力 马上陷阱 那么善根一陷阱 光明破除黑暗 那些烦恼就消失了 但如果你没有善根 你平常都不听经 开导就没什么用 就像应光大师说的 应光大师说 我不相信你平常都没有善根 临终善事事 讲三两句话 你就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反转 应光大师说我不相信 你相信吗 你也不相信 对不对 所以我们平常听经 点点滴滴 为临终在储存能量 善根 我以前教育主任讲得好 上会夏天长老说 善根的栽培 说你听经 譬如草里的冬瓜 不见其大 但是日日在长 你看冬瓜 你今天看 明天看差不多 对不对 其实它每天在长 但是你看不出来 这个是一种进法 欣喜嘛 所以善根 栽培很难 但是它效果很大 但是问题是 它不是马上看得到效果 除了你说六祖大使 那动物的 那这种人少 我们一般都是建物的 今天进步一点 明天进步一点 所以 如果你有长眼规划的人 如果你有自己临终的正念 不要忽略善根的栽培 从往生的角度 从灵终的正念来说 善根比福报重要 你到了其他世界 你福报薄 没关系 你还有时间修 你要是善根薄弱 正念薄弱 你灵命中那一关 你就跳不过去了 问题 你妄想起现行 业障起现行 他善根强的人 他可以 狮子混讯上面 他可以跃过去 他前面的水锅 那个善根的人 他跳过去 你善根薄弱 你就跳不过去了 同样的障碍 他跳过去 你跳不过去 所以这个地方 诸位要想一想 你栽培的善根 虽然你平常感觉不出来 但是那个冬瓜 每天在长 是这样子 好 我们今天上到这里 向下文长 父再来日 回向 还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